刚刚讲到诱发性有包含系统性有包含菊菊性 如果植物受到伤害时 当然有些基因就会活化 就产生这个防御机制 所以会牵扯基因的活化 有些植物就会产生一些挥发性物质 这个物质不一定是躯壁 它不一定是寄弊性改走昆虫 而是吸引害虫的天敌 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 这边举个例子 像玉米叶子如果被某种客人吃的时候 它分辨的某些挥发性物质 会吸引来寄生风 寄生风就过来 所以你就招惹了天敌的天敌 敌人的敌人就是你的魔 这些过程当然也会造成周边组织坏死人 然后经过原生人士堵住 就把它抑制传播了 防堵传播 刚刚说植物会被防御数 它会有抑制抑菌的效果 防止微生物生长 水洋酸这些物质都是所谓的讯息 受到全身增加抵抗力 所以把刚刚的诱发性的麻衣 其实做一下简单的整理 那我们的植物的防御 我们就出钱的说明到这了